各位学员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第23章财务报告 首先来看一下本章的考试情况 本章考试分值一般在6分左右 主要是以客观题的形式进行考察 本章主要的考点包括资产负债表的天列 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天列 还有关联方的披露中期财务报告 本章的内容比较多 而且是跟其他章节的关联性特别大 所以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 看一下本章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财务报表概述 然后就是我们的几个主要的报表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还有财务报表附注的披露 还有最后就是中期财务报告 首先来看财务报表的定义和构成 财务报表就是对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 还有现金流量的结构性表述 财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下列组成部分 包括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也叫股东权益变动表 还有就是付注 我们常说的四表一注 四表就是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一注就是付注 其中我们说财务报表反映的是财务状况 资产负债表反映的就是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指的是某一个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就是由利润表来反映的 那利润表反映的是一段期间的经营成果 然后现金流量的那就是现金流量表 那么财务报表的这些组成部分 四表一注 具有同等重要的程度 不要看第五个付注 一看他叫付注以为是一个附属品 但其实呢 付注跟这四张主表是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的 因为这个报表啊 格式都是一样的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呢 一般格式都差不多 那么对于这些报表的项目是怎么来的 它是按照什么样的快递政策去确认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报表里面没有体现的事项 那么都需要在付注中去进行披露 好 再来看财务报表列报的基本要求 第一个呢 就是依据各项会计准则 确认和计量的结果 来编制这个财务报表 那各项会计准则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吗 各项资产呢 什么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然后还有什么收入费用利润 负债的话 什么应付账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就这些嘛 对吧 根据这些会计准则 然后来确认计量的结果 来编制这个财务报表 然后列报的基础呢 是持续经营 这就涉及到会计假设 对吧 会计结本假设 持续经营 然后呢 这个基础是全责发生质 那对于现金流量表呢 是按照收复时限制 其他的报表都是按照全责发生质 还有就是列报的一致性 那体现的是可比性 那列报一致性呢 就是我们在列报表的时候 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期间的数据 那这个列报要具有一致性 它体现的是可比性 第五呢 就是依据重要性的原则 单独或者汇总列报项目 比如说在我们利润表中 有一个叫做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 那我们在会计核算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科目呢 没有这个科目 我们会计核算的时候叫什么 会计核算的科目叫做研发支出 这是会计核算 研发支出有两个明细科目 一个叫做这个费用化的 还有一个叫资本化的 费用化的呢 到期末转到管理费用里 资本化的呢 这个如果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然后会转到无形资产里 所以并没有研发费用 这样一个会计科目 但是在我们利润表中 是有一个研发费用 这样一个报表项目 我们一说项目就是报表项目 一说科目呢 就是我们借贷记账法 会计分路里的会计科目 那么研发费用 为什么单独拿出来呢 就是依据重要性的原则 因为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 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技术企业 那么它的主要的费用就是什么 就是人 那它有很多的研发人员 那很多研发人员 这些研发人员呢 的工资还很高 如果说这个费用化的部分 你记住了管理费用 那就会导致这个企业 管理费用特别大 那就是你在看报表的时候 这个管理费用就会特别大 但是这管理费用里面 很多都是研发人员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研发费用 给它单独拿出来 这个研发费用 它的猎报呢 就是从管理费用里面 把这个费用化的部分 给它拿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 形成自行研发 形成无形资产的部分呢 摊销记录管理费用的 也记录到研发费用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一具重要性 第六呢 就是财务报表项目 金额间的相互抵消 那正常情况下呢 财务报表项目 应当是以总额来列报 资产和负债 收入和费用 直接进入当期利润的 利得和损失项目 他们的金额呢 是不能相互抵消的 但是另有规定的除外 以下这三种情况呢 不属于抵消 是可以以净额来列市的 第一个呢 就是一组类似的交易 形成的利得或者损失 可以以净额来列市 这个不属于抵消 这是正常的情况 比如汇兑损损损损损呢 本身就是因为 外币外汇汇率产生的 这个损益 所以呢 它是属于类似交易形成的 所以这个就用 净额来列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相关利得和损失 具有重大重要性的话 那单独列报 第二呢 就是资产或者负债项目 扣除背底项目后 按照净额来列市 这个不属于抵消 比如说 这个固定资产 要扣除什么 要扣除累计折就 要扣除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对吧 这个都是它的背底科目啊 我讲的时候 我管这个叫主科目 这个叫从科目 这随从啊 这是主科目的随从啊 所以在列报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随从减掉 这个才是体现的 这个固定资产的 真正的账面价值 所以这个抵消呢 它不属于抵消 不属于抵消 背底科目的抵消 不属于抵消 第三呢 就是非日常活动 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以同一交易 形成的收益 扣减相关费用后的 净额劣势 更能反映交易实质的 不属于抵消 比如 非流动资产处置 形成的利得和损失 应当按照处置收入 扣除这个资产的账面金额 和相关销售费用后的 净额来列报 比如说固定资产处置 那固定资产处置呢 首先是把固定资产 这个账面价值转到 固定资产清理当中 然后发生了什么费用 也给它转到固定资产清理当中 然后取得的这个收益 也给它寄到固定资产清理当中 最后把这个固定资产清理 给它接转掉 如果是正常处置的话 就给它转到资产处置损益当中 所以这种呢 是不属于抵消的 这种不属于抵消 这种劣势呢 更能反映交易实质的 就是我把这个固定资产 处置掉 到底产生了多少损益 再来看第七个 就是比较信息的列报 企业在列报当期财务报表时 至少应当提供 所有列报项目上一个 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 以及与理解当期财务报表 相关的说明 那这个体现的呢 也是可比性的一个要求 第八呢 就是财务报表表手的列报要求 那财务报表手 比如说资产负债表 你的写名啊 是资产负债表 然后呢 单位是哪个单位 比如说正保远程教育 然后呢 编制日期 比如说是2022年12月31号 然后呢 这个货币的单位 比如说是万元 这个是表头的列报要求 第九呢 报告期间 至少是按年编制 财务报告 至少按年编制 好 下面来看资产负债表 那资产负债表呢 主要介绍以下这三个内容 一个呢 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内容和结构 还有就是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 那这个呢 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 经常在客观体进行考察 下列这些 哪些是流动性的 哪些是非流动性的 还有呢 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天脸方法 好 先来看资产负债表的内容和结构 资产负债表呢 是反映企业在某一个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的报表 它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 所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 这个不就是资产吗 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就是资产 所承担的现实义务 所承担的现实义务 这个就是负债 这就是负债 和所有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 这就是所有者权益 好 再来看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资产负债表的原理呢 就是这个会计横等式 就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再来看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资产负债表采用账户式结构 左方列是资产项目 右方列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项目 资产负债表的格式大概是这样的 上面写上资产负债表 然后谁编制的编制单位 比如正保远程教育 然后编制日期22年12月31号 然后这个单位10万元 然后表这里面呢 左边是资产 然后资产呢 是按照这个流动性 先是流动资产 然后是非流动资产 然后呢有个资产的合计 这边呢就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呢也是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负债的合计 然后到所有者权益这儿 什么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这些 然后所有者权益合计 然后最后 最后一行就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这两个 金额应该是相等的 资产的合计和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合计 是相等的 这个体现的就是资产 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那如果不相等 那肯定这个报表就编错了 然后再来看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的猎报 资产的流动性的划分 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应当归列为流动资产 就是在我们会计上 流动非流动 长期短期 判断标准呢 就是一年 就是以一年为判断标准 超过一年的 那么就是非流动 就是长期的 短于一年的 就是流动的 就是流动的 第一个 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 变现出售或者耗用 那只是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 一个正常营业周期呢 可能是一年 也可能超过一年 也可能不到一年 那比如说 我是一个生产船的 生产船舶 生产大的船舶的 那大的船舶呢 它的生产周期都比较长 比如说我两年 能够生产一艘 这个大的船舶 那两年能够生产一艘大的船舶 也就是说我两年 我还能卖一次这个船 所以那我的 可能我的正常营业周期 就是两年 当然我们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一般正常营业周期 可能就是一年 就是正常情况就是一年 这个超过一年的 一般都是特殊的行业 第二呢 就是主要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 比如说存货 存货我就是用来卖的 这就是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 第三呢 预计在资产负债表示起 一年内含一年变现的 那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这个理财 理财产品 然后呢 这个我就准备三个月之内 就给它卖掉 就给它变现 那这个就属于流动性的 第四呢 资产负债表示起 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 或者清偿负债的能力 不受限制的现金 或者现金等价物 这个也是一年内的 好再来看负债的流动性划分 其实负债呢 跟资产的这个流动性呢 就是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相应的是反的 就是资产是我权力 能拿回来的权力 负债呢 是我要付出去的 所以负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第一个呢 就是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中期中 进行清偿 第二呢 就主要为交易目的而持有 第三 自资产负债表示起 一年内到期应该予以清偿 第四呢 就是企业无权自主的 将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示日后 一年以上的 好的 来看特殊情况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示起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 那比如说 现在是21年12月31号 站在资产负债表示往后看 他现在看呢 是一个流动负债 比如说是到这个22年 22年3月份到期的 如果企业有意图 而且有能力 自主的清偿 把这个清偿义务 展期至资产负债表示后 一年以上的 应当归类为非流动负债 也就是说 站在这一天 他到期日是22年3月份 假设我在签这个借款合同的时候 就怎么约定呢 好 到期之后我可以自愿 自愿的进行延长 自行的进行延长 比如说他可以延长到 这是22年3月 然后可以延长到 这个23年的3月份 那么我站在21年12月31日 这个就延长到了一年以上 那如果延长到一年以上 他就属于非流动负债 就第一他有意图 第二他且有能力 然后延长的话 那这个就会给他分类为 非流动负债 如果不能自主的将 清偿义务展期的 即使在资产负债表示后 财务报告批准爆出之前 签订了重新安排 清偿计划的协议 从资产负债表示来看 此项负债 仍然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也就是说 我们看他到底是流动负债 还是非流动负债 站在的10点是什么 是12月31号 就是假设站在12月31号 你不能够自主的去展期的话 那我认为他到期就是22年3月 即使是你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 你比如说在22年1月份 你给他展期了 跟野行商量谈判协商 然后展期到22年3月份 因为我是站在这 站在这的时候还不存在这个情况 还不存在这个情况 我站在这能够看到的就是22年3月份到期 那这个时候还是归类为流动负债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或者之前 违反了长期借款协议 导致贷款人可随时要求清偿负债的 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比如说我在这个21年12月31日 好有一笔这个借款 有一笔借款呢 正常来讲是三年以后到期 三年以后到期结果呢 我是违反了长期借款协议 这个银行借给我这个钱呢 就是让我建厂房 或者用于生产经营 结果我拿了这个钱呢 我就去这个KTV 就去唱歌就去享受了 我违反了长期借款协议 那么这个被银行发现了 银行可以随时要求我清偿 那随时要求清偿 那这是一个流动性的负债啊 流动性的负债 它可以随时要求我清偿 我随时就得 人一让还我就得还呢 但是呢 如果贷款人 在资产负债表日或者之前 同意提供在资产负债表日后 一年以上的宽限期 有贷款也就银行 银行 同意在这资产负债表日或者之前 同意给你宽限期 企业能够在此期限内 改正违约行为 而且贷款人呢 不能要求随时清偿 那也就是说 这个银行借给你钱了 然后发现你没有按照规定 去使用资金好 我跟你提出建议了 你现在呢 就必须改正 你改正之后 你还是可以按照原来的日期还 还是可以三年之后还 那这个时候 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这项负债 并不符合流动负债的判断标准 应当归类为非流动负债 所以我们判断到底是流动还是非流动的时候 我们是根据实质 就是在实质上 在资产负债表日这一天 我看一看 我到底是在一年之内还 还是可以在一年以上的时间来还 那如果是站在资产负债表日 所有的信息表明 我就必须得在一年内还 那这就是流动性的 如果说表明 我可以在一年以后还的话 在资产负债表日这一天 就表明我在一年以后还 那就是非流动的 好 我们看一道19年的多选题 假公司2058年12月31日 持有的部分资产和负债项目包括 第一个 准备随时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2600万元 准备随时出售的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 这个是属于流动性项目 第二 因内部研发活动 予以资本化的开发支出 1200万元 这个开发活动 形成的资产 至2058年底 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开发支出 是一个资本化的开发支出 那资本化的开发支出 它未来会形成什么 未来会形成无形资产 所以它这是一个什么 它这是一个 这个长期的资产 是一个非流动的资产 来看第三个 将于2019年3月2日 到期的银行借款2000万元 假公司正在跟银行协商 将其展期两年 好 站在某8年12月31日 我们判断它是流动还是非流动 就是站在资产负量表日 站在某8年12月31日 某9年3月2日就到期了 假公司正在和银行协商 将其展期两年 也就是现在能不能确定 就展期两年不能确定 所以从某8年12月31日来看 就是到3月2日 就是到3月2日 所以这是一个流动性的 什么时候非流动呢 必须得是这个企业有能力 而且有意愿能够展期 那这个时候才行 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你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你跟银行协商 银行不一定同意 所以站在这个时候 就是某9年3月2日 那就是流动性的 第四 障零在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 3400万元 那么应收账款 一般我们只要列在应收账款里 它就是流动性的 那这里说的障零在一年以上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比如说20年发生这应收账款 那本来呢 我是马上 我就想马上就要要钱 因为只要是应收账款的话 现在我就有这个收款的权利 但是结果这个客户 一直就拖着不给钱 现在都已经到22年了 已经到22年了 还没给我钱 这个应收账款还在这呢 22年了 我20年的应收账款 22年还没还 这叫账零超过一年 并不是说 我这个应收账款 我要在一年以后收 账零是一年以上 是客户他不给钱 客户不还 导致账零长 我一开始记的时候 我想马上收回来 我恨莫子 现在我就收回来 但是呢 他不给钱 导致账零长了 所以呢 这个账零在一年以上 不是说我应收账款 我给他期限是一年以上 账零在一年以上 指的是客户 超过一年没还 那么这个呢 也是属于流动性项目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上述资产和负债 在假公司 2058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中 应当作为 流动性项目猎豹的是 开发支出 那这个肯定不是 开发支出呢 它是属于 这个非流动项目 银行借款 这个是的 因为银行借款呢 从2058年12月31日来看 这个 是有时到 某九年 3月2号 是在一年以内要偿还的 C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属于流动性项目 D 交易性金融资产 因为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是准备 随时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所以这个是属于 流动性项目 那么对于交易性资产呢 还要注意 如果说 它这里说的不是随时出售的 假设它是某八年12月31号吧 它说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呢 我准备持有到什么时候 给它卖掉呢 持有到 这个 10年 那给它持有到 10年 5月份 给它卖掉 那如果是这样 它即使是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但是它持有期间 超过了一年的话 那么 依然是作为 如果超过一年 依然作为 非流动性项目 就是我们到底是流动性还是非流动性 主要还是看实质 那交易性金融资产 如果它是随时出售的 那就是流动性 如果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你持有期限超过一年了 它依然是非流动性 所以这道题呢 让我们选流动性项目 那就是BCD 好 再来看17年这道多权题 假公司 二某一六年12月31日 持有的下列资产负债中 应当在二某一六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中 作为流动性项目 列报的由 A 预计将于二某一七年 四月底前出售的 其他债权投资 好 这是站在16年12月31日 然后呢 17年4月底前出售 那这个超过没超过一年 没超过一年 站在资产负债表 是四个月嘛 那四个月 那这个是属于流动性的项目 本体上选的就是流动性 所以 A选上 B 作为衍生工具核算的 衍生工具都是交易性的 衍生工具都是交易性的 那么作为衍生工具核算的 二某一六年二月签订的 到期日为二某一八年八月的 外汇汇率互换合同 衍生工具都是属于交易性的工具 都是属于交易性资产 或者交易性负债 那么 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交易性金融负债 到底是流动性还是非流动性 看它到期日 这个到期日是 18年8月 18年8月 站在16年12月 这个日子超过了一年 超过一年 所以它是非流动项目 C 持有但准备随时变现的 商业银行 非保本浮动收益的理财产品 那这个呢 也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也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但是它是准备随时变现 那准备随时变现的话 这个就是属于流动性的项目 D 当年支付的 制定生产用的设备的预付款 3000万元 按照合同约定 这个设备预计交货期是 二某18年的2月 好 以预付的这个款项 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机器拿到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 站在16年的角度 站在16年12月31日 是超过了一年才能拿到 所以这个是属于非流动的 所以呢 答案就是A和C 好 再来看资产负债表的天理方法 首先来看期末余额的天理 在资产负债表呢 它有这个比较信息 资产负债表 这边不是资产 然后这边是负债吗 这资产呢 这边是有一个 这个期末的 有一个期末的余额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年的余额 然后这个负债也是 有一个这个本期的期末的余额 还有一个上年的余额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比较 我们先来看期末余额的天理 根据总账科目余额直接天理的 包括以下这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能够根据总账科目余额直接天理的呢 就是没有什么背底的科目 就是他没有从科目 没有从科目 就根据他自己的科目吗 他没有从科目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 没有时间的限制 就不存在长期短期的这个情况 那比如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有没有背底科目 有没有从科目 没有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有没有时间的限制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本身就是长期的 因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要指定的话 就是指定为 就是这个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 对吧 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 才能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以呢 他就是长期的还没有背底科目 地研所得税资产 地研所得税资产的地研地研 他肯定是长期的嘛 然后地研所得税资产 有没有背底科目 没有背底科目 往下的这些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长期贷担费用是长期的 长期贷担费用呢 这个比较特殊 长期贷担费用 它有可能 贪销完了之后 剩下的贷担销的 可能是短于年 但是依然 作为长期贷担费用 长期贷担费用 这属于非流动性的项目 然后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是属于流动性 短期借款有没有背底 没有背底 短期借款有没有时间上的区分 短期借款都是短期的 所以我也不用区分 还有呢 持有代售负债 持有代售负债 没有背底的项目 然后持有代售负债呢 本身它就是短期的嘛 然后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短期的 没有背底的 然后地盐所得税负债 长期的 没有背底的 然后实收资本 其他权益工具 库存股 资本攻击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攻击 这些项目 根据有关总账科目的余额 根据总账科目余额 直接添列就可以 这些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本身要么就是 科目是短期或者长期的 这个科目 它就是自己 就是短期和长期的 然后呢 没有背底科目 其中呢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 一年内到期的 应该予以清偿的 租赁负债的 期末账面价值呢 在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项目来反映 那这是一年内到期的 一年内到期的 这个租赁负债 在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这个项目呢 它属于流动性的 你看一年内到期嘛 比如说这个是 一开始是非流动负债 但是到现在了 变成一年内到期了 再来看长期待摊费用 这个比较特殊 长期待摊费用呢 摊销年限或者期限 只剩一年 或者不足一年的 或者是预计在一年内 进行摊销的部分 仍然在长期待摊费用 这个项目来劣势 长期待摊费用 是在资产负债表中的 非流动资产中 它属于非流动资产 就即使是它 待摊销的短一年了 也依然在这个项目中劣势 不转入到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然后再来看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呢 就是等于 库存现金 加上银行存款 加上其他货币资金 就是这几个 科目的余额一加就行了 然后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是 其他应付款这个科目 然后再加上 应付利息这个科目 然后再加上应付股利 然后这又体现了 一个重要性 因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呢 它金额也不会特别大 所以呢 在猎豹的时候 我们就把应付利息 还有应付股利呢 就给它列到了 列到了这个 其他应付款里面 那就给列到 其他应付款里面 好 再来看第二种方式 就是根据 明细账科目的余额 分析计算天列 第一个就是开发支出 开发支出呢 应该根据 研发支出科目中 所属的资本化支出的 明细科目的 期末余额天列 那我们有 科目有这个 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还有什么 资本化支出 如果是费用化支出呢 是转到管理费用 接转到管理费用 接转到管理费用呢 我们一会再讲 利润表的时候会讲到 到时候 这个在利润表中 列爆的时候 会把管理费用里 费用化这部分呢 给它抠出来 专门作为 研发费用来列爆 那么对于资本化这部分 资本化这部分 我们说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给它转到 无形资产 那么如果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这资本化这部分 怎么列爆呢 因为它还没有 寄到无形资产 这样呢 在财务报表上 在资产负债表上 列到开发去处理 然后如果说 它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之后 它寄入无形资产了 那就在报表中 寄到这个 无形资产里面 对于预收款项 预收款项这个项目呢 应该根据预收账款 和应收账款科目所属的 各明细科目的期末 贷方余额 因为预收款项 它是一个负债嘛 它是一个负债 它就按照预收和应收的 贷方余额和其数来添列 再来看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交易性金融资产 在报表上呢 它是属于流动性项目的 那我们就要分 交易性金融资产 如果是随时准备出售 然后在一年内 或者在一年内 就要给它卖掉的话 那这个在交易性金融资产中列报 如果说超过一年的话 那给它拿出来 应该根据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个科目的 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 分析天列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 超过一年到期 且预期持有超过一年的 以供应价值计量 前期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 非流动金融资产 在其他 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这个项目列报 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个会计科目 我们先说科目 会计科目 它列报的时候 分两种情况 如果说它随时变现 或者是在一年内 就要给它出售掉的话 这个就在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个报表项目上 去列报 如果说 它这个超过一年的话 超过一年 那就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这个项目中 天列 再来看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呢 它在报表上呢 是一个 非流动性的项目 那应该根据 其他债权投资科目的 明细科目的 期末余额分析 天列 自资产负债 表示起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呢 在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项目中 天列 购入的 以供应价值计量 前期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一年内到期的 债权投资呢 在 其他流动资产 这个项目中 天列 也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这个会计科目 核算的 其他债权投资 这个会计科目 核算的 列报 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说 它是超过一年的 站在资产负债表日 它是超过一年的话 那就是在 其他 债权 投资 这个报表项目 来列报 这是一个非流动性的项目 那么 如果说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 一年内 到期的长期债权投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是在20年买的 20年买的 比如说20年 这个3月份买的 然后呢 这个是3年 那就是到 这个3年 21年3月 22年3月 23年3月 好 现在到了22年的 12月31号 现在到22年12月31号 站在22年12月31号的时候 我在看它 是不是 它就是到23年的3月份就到期了 到23年的3月份到期 它就属于一个流动性的 但是一开始我确认着 它是 一开始买的时候 它是一个长期的债权投资 它是一个长期的 那这个时候 我给它列报呢 就列报到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那这属于流动性项目 然后如果购入的 以公允价值计量 前期变动 记录其他中额收益 一年内就到期的债权投资呢 也就是说我购入的时候 比如说 现在是22年12月31日 然后22年12月31日 比如说在22年 22年的11月份 我购入了一个 购入了一个呢 这个就是五个月 或者六个月到期的 那五个月六个月到期的 这个时候我购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流动性的 它就是一个流动性的 所以呢 这个就列到 其他流动资产 所以其他流动资产 这两个都是属于 流动性项目 只是看我一开始 取得的时候 它是流动的 还是非流动 一开始我取得的时候 它的期限比较长的 然后目前来看 是快到期了 我就列在这里 如果说我一开始 取得的时候 它期限就很短了 我就列在这里 因为其他债权投资 这个科目核算的是什么 科目它没有看时间 但我们说 判断是不是 其他债权投资 它主要从现金流量 还有这个业务模式 如果它的现金流量特征 是本金加利息 然后呢 这个业务模式是 既享有合同现金流量 又以出售为目的 对吧 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它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它并没有考虑实践 第五 应交税费项目 应该根据 应交税费这个科目的 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 分析天列 其中呢 这个借方余额 借方余额 应交税费如果是借方余额 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多交了 说明现在多交了 那借方余额呢 应当根据它的流动性 在其他流动资产 如果说我多交这个 在比如说在一年以内 就能实现的话 那我就在其他流动资产里 列爆 然后如果说是 我这个应交税费 借方余额 我多交这部分呢 可能是在未来 比如说一年以后 才会实现 那这个呢 就在其他非流动资产 这个项目中来填列 再来看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应该根据利润分配科目中 所属的未分配利润 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 来填列 第七呢 就是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 这个项目呢 它反映的是 资产负债表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应该根据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科目的 明细科目余额分析签例 好 那么在报表上 在报表上 资产负债表上 是有应收账款 还有应收票据 那么这两个 这两个列报的是什么呢 这两个列报的是什么 这两个列报的 就是这两个报表项目 列报的是以 贪于成本计量的 我们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它可不可以是 因为它满足本金加利息 对吧 它满足本金加利息 如果说我一直想持有到期的话 我一直就是想要求 这个限制流量 那我就是贪于成本 如果是贪于成本 就在应收账款 和应收票据 自己的这个项目中来列报 那么如果说 我是本金加利息 然后呢 既以出售为目的 又以这个收取合同金融 为目的的话 那它就是 以供应价值计量 前期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对于这个 就不在这两个报表项目上 来列报 就在什么 就在应收款项融资 就在这个项目中来列报 这个呢 在之前考试的时候 还出过题 还出过题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是 把它作为以 供应价值计量 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来核算的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是在应收款项融资 如果是贪于成本的话 就在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自己的报表项目中 去填列就可以 好 再来看 第三种填列方式 就是根据 总账科目 和明细账科目的余额 分析计算填列 对于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呢 都是长期负债 都是非流动的 那对于这个项目 应该分别根据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的 总账科目余额 扣除掉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科目所属的 明细科目余额当中 这个在资产负债 表示起 一年内到期的 且企业不能自主的 将清偿义务 展期的部分后的金额 来计算填列 也就是说 这两个报表项目呢 它属于非流动性项目 那这个科目里面 如果是 有一年内到期的 我们要给它扣掉 对于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负债项目呢 应该根据 有关总账科目 及有关科目的 明细科目的 期末余额 分析填列 对于其他 非流动负债 应该根据 有关科目的 期末余额 减去一年内 到期偿还 售后的金额填列 你看这个是 其他非流动 非流动呢 它是 这个属于 非流动项目 所以它要把 一年内到期的 要给减掉 好 再来看第四种 填列方式 就是根据 有关余额 减去其 背底科目 余额后的 金额来填列 那背底科目呢 是学名 我给它起个小名呢 就叫 从科目 那从科目 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减质准备 比如说固定资产减质准备 无形资产减质准备 长期股权 投资减质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减质准备 这些都是 这个从科目 会长准备 是应收账款的 从科目 累计折旧 是固定资产的 从科目 累计贪销 是无形资产的 从科目 未确认融资费用 未确认融资费用呢 是长期应付款的 你看融资费用嘛 所以就是欠钱嘛 所以是 长期应付款的 背底科目 未实现融资收益呢 那就是 长期应收款的 背底科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 这个猎豹的计算 对于持有代售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商誉 就是按照各自科目的期末余额 减掉相应的减质准备 持有代售资产呢 就减掉 这个持有代售资产减质准备 长头就减掉 长头减质准备 商誉就减掉 商誉的减质准备 然后再建工程呢 等于再建工程 再加上工程物资 工程物资就是为了建造 再建工程的 所以工程物资放到这个 再建工程里一起来猎豹 那么再建工程和工程物资 如果都有减质的话 把这个再建工程 减质准备减掉 把工程物资减质准备减掉 然后就是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等于固定资产 加上固定资产清理 如果说在资产负债表日 那么还有这个固定资产处理 没有处理完的 它体现在固定资产清理当中 所以加上固定资产清理 减掉从科目 累计折旧 减掉从科目 固定资产减质减准备 再来看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呢 等于长期应收款 减掉它的从科目 未实现融资收益 那既然是应收款 它就可能有坏账准备 再减掉跟它对应的坏账准备 再来看使用全资产 使用全资产是跟租赁相关的 那等于使用全资产 减掉使用全资产的累计折旧 减掉使用全资产减质准备 长期应付款 等于长期应付款 再加上一个专项应付款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性的体现 就是专项应付款呢 本身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 我们把它合并到 这个长期应付款里面 然后减掉它的从科目 长期应付款的从科目呢 就是未确认融资费用 第五种填列方法 就是综合运用上述方法来填列 来看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按照各自科目的期末余额 减掉对应的坏账准备 对吧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然后这里面 它是不是还得把 那个以供应价值计量 清洁变动技术 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部分给扣除掉 对吧 然后呢 按照各自科目 去莫额减掉 对应的坏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呢 那就是其他应收款 加上应收利息 加上应收股利 再减掉对应的坏账准备 这也体现了重要性的原则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金额呢 一般都不会特别大 所以呢 把它合并到了 其他应收款里面 一起来列报 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是一个资产 那么就找预付账款的借方 还有应付账款的借方 然后减掉 对应的坏账准备 好 再来看债权投资项目 那债权投资项目呢 它是一个非流动性的项目 在资产负债表中 它是个非流动性项目 应该根据债权投资科目 相关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 减去债权投资 减值准备科目中 相关减值准备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 分析填列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这个项目中来填列 购入的以贪余成本计量的 一年内到期的投资 在其他流动资产填列 这个后面就是它不满足 不满足非流动的情况下呢 这个天列就是跟其他债权投资的逻辑是一样的 如果是债权投资 也是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它是非流动的 好 非流动的 减掉 用它的账面价值减掉这个背底科目 减掉减值准备 然后对于一年内到期 就买的时候 可能是三年 但是站在现在呢 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还剩一年内 还剩一年就到期了 这个呢 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然后如果买的时候 就不到一年 比如买的时候 就是六个月 那这个时候呢 列的时候就列在 其他 进来其他流动资产里 好 再来看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 我们是在收入的一张 涉及到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的 那对于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项目呢 应当根据合同资产科目 和合同负债科目的 明细科目期末余额分析天令 同一个合同下的 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 应当以净额来列势 其中净额如果是借方 借方的它就是一个资产的 但应该根据流动性 如果是流动的话 就记录到合同资产这个项目 如果是非流动 就记到其他非流动资产这个项目中 已经具体减值准备的 还应该减去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科目中 相应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来填列 那么净额如果是贷方的 贷方那就是一项负债 应该根据它的流动性 如果是属于流动的 有一年内要给它偿还的这个义务 一年内要履行的义务 那么就是合同负债 如果是超过一年的话 那就是其他流动负债 好 再来看上年年末余额的天令 上年年末余额这篮呢 通常是根据上年年末有关的项目的 期末余额来填列 而且与上年年末的资产负债表 期末余额额应该是一致的 如果企业发生了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应该对上年年末余额的 有关项目进行相应的调整 好 我们看这道17年的单选题 假公司主营业务 为自供电方购买电力后 向实际用电方销售 有假公司的业务呢 它是从供电方买了之后 然后呢向实际用电方销售 其余供电方和实际用电方 分别签订合同 和供电方和实际用电方 分别签订合同 价款分别结算 从购物电方购入电力后 向实际用电方销售电力的价格 由假公司自行决定 并承担相关的收费风险 也就是说他从这买来之后 价格呢由他自己来定 风险由假公司来承担 所以假公司呢是一个主要责任人 2016年12月 因为实际用电方拖欠了假公司的用电款 假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难 相应的拖欠了供电方的部分款项 为此供电方提出仲裁 经裁决假公司需要支付电款2600万 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假公司的客户不给假公司钱 假公司就没钱给到他的上游 给到供应商 那这个时候呢供电方呢 就把假公司给告了 然后呢这个告完之后 让假公司需要支付电款2600万 这个款项至二某16年12月31日尚未支付 同时假公司又起诉了用电方 好 假公司之所以没钱给他 是因为这个客户用电方 没有给假公司钱 所以假公司把用电方也给起诉了 要求用电方支付电款3200万元 法院终审判决支持假公司的主张 法院判下来了支持假公司 假公司在按照会计政策计题坏账准备后 该笔债权账面价值呢 是2400万 别看 法院判决下来是3200万 但是呢 可能这个用电方就是这客户没有钱 所以呢 假公司认为啊 我能够收也就能收2400 但是呢 向供电方 也就是向他上游 他得有这个2600万 他得向上游他得付26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关于假公司 针对上述交易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资产负债表中猎报应收债权3200万元 和应付债务2600万 应付债务2600万没问题 你应收债权的话 你考虑到坏账之后就是2400万呢 你不能列3200 第二 资产负债表中猎报对供电方的负债2600万 但不猎报应收债权 那供电方的负债要猎 债权也要猎 因为这个法院已经判决下来了 已经判决都下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确定的事 C资产负债表中猎报应收债权2400万 和应付债务2600万 这个是正确的 D资产负债表中应收和应付项目 以抵消后的净额猎报为2600万元的负债 那这个能不能抵消 显然是不能抵消的 因为站在假公司 从供电方这买电和向这个客户 向用电方卖电 这是两个 两个业务 对吧 从这买分别签的合同 分别进行核算 然后呢 价格呢 由假公司自己定 风险由假公司承担 所以呢 这两个不是一笔业务 这是两笔不同的业务 所以不能抵消 所以本题选正确的呢 就是C 好 再来看利润表 谁来看利润表的内容 利润表呢 是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 经营成果的报表 好 下面来看利润表的结构 利润表主要反映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那利润表 这个第一行就是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呢 等于主营业务收入 再加上其他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比如说 我是卖衣柜的 我是卖衣柜的 我卖了衣柜 那就是主营业务收入 那假设我卖的不是衣柜 我卖的是衣柜的原材料 卖的是衣柜的原材料 是木板 那这个呢 就是其他业务收入 跟主营业务收入 对应的 就是主营业务成本 跟其他业务收入 对应的 就是其他业务成本 好 再来看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呢 就是等于营业收入 减掉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刚刚说了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 还有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成本呢 也是包括主营业务成本 和其他业务成本 然后再减掉税金级附加 再减掉销售费用 减掉管理费用 减掉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 就是从管理费用里面 无形资产研发的时候 费用化的那部分 还有内部研发无形资产 然后形成无形资产 资本化那部分 形成无形资产 摊销技术管理费用的 给它抠出来 放在研发费用里面 然后呢 再减掉财务费用 再减掉资产减值损失 减掉信用减值损失 加上其他收益 加上投资收益 减掉损失 加上进场口套期收益 减掉损失 加上供应价值变动收益 减掉损失 加上资产处置收益 减掉损失 那么营业利润呢 包括很多内容 包括很多内容呢 其实我们也不用 去死经费 那我们用排除法来记 除了 除了营业外 营业外的收支 除了营业外收支 还有所得税费用 除了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还有所得税费用 其他记录损益的 其他跟损益相关的 都是属于营业利润 所以我们就排除法 除了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还有所得税费用 之外的 跟损益相关的 都是属于营业利润 那有了营业利润 再往下一步 就是算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呢 就是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掉营业外支出 那利润总额有了 再往下一步 就是净利润 净利润呢 就是等于利润总额 减掉所得税费用 这是跟损益相关的 对吧 到净利润这 都是跟损益 直接相关的 然后呢 在利润表中 还有一个 就是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呢 其实也是一种利得 对吧 也是一种利得 或者损失 那么 其他综合收益 它不属于损益 但是它不属于损益 它呢 是直接记录所有的权益的 所以它也体现在利润表中 其他综合收益呢 具体在利润表中 这个体现的时候 这也是分为不能重分 累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和将重分累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这两类去进行 列报 便以扣除相关 所得税后的净额来列报 因为净利润呢 本身就是 税后的净利润嘛 那其他综合收益呢 也要扣除掉 所得税的影响 然后就是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呢 就是等于净利润 再加上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然后就是计算美股收益 美股收益呢 包括基本美股收益 还有稀释美股收益 这两项指标 好 再来看利润表的天列方法 首先来看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这个项目的出现 就是体现了一个重要性的原则 就是因为财务报告使用者 对你到底哪些费用 是用来研发的 因为很多互联网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它研发费用很大 但是研发费用 如果你不体现在利润表中 我不知道是在哪 你不体现在利润表中 它就进入管理费用 你费用化那部分 就进入管理费用了 所以我看不出来 多少支出放在研发上面了 所以给它单独拿出来 那么研发费用这个项目 反映的是企业进行研究 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以及计入管理费用的 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的摊销 其实就是都是从管理费用里 这里抠出来的 对吧 自行研发的这个费用化部分 不是也是计入管理费用吗 然后资本化那部分 这个记录摊销 记录管理费用那部分 也给它抠出来 这个项目应该根据 管理费用科目下的 研究费用明细科目发生额 以及管理费用科目下的 无形资产摊销的 这个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天列 再来看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项目呢 在这个下面设了两个 一个是利息费用 还有一个呢 是利息收入 利息费用就是 你借钱发生的利息 利息收入呢 你比如说 你这个钱存在银行里 放在银行里 你就活气的 它也有一个利息收入 应该根据 财务费用科目所属的 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 分析天列 而且这两个项目呢 作为财务费用项目的 其中项是以正数天列的 也就是利息费用 就是我借款发生的利息 利息收入呢 就是我存款发生的 应该收到的利息 收到的利息的这个收入 好 再来看 其他收益这个项目 应该根据 其他收益科目的 发生额分析天列 企业作为 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 应该作为 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收益 在这个 其他收益这个项目中天列 那也就是说 我们企业不是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吗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其实咱们是帮税务局干活 税务局呢 也不让你白干 然后呢 会给你一个反点 给你这个 扣缴税款的手续费 那这个手续费呢 我们就在 其他收益这个项目 来进行列报 那其实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主要核算的就是 两大类的业务 一个呢 就是跟政府相关的 一个就是跟政府相关 比如说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 然后如果是跟 日常活动相关的 那就记住其他收益 你看 这个税务局 给你的这个扣款 扣缴税款 那手续费 这不也是政府给你的吗 所以呢 这记住其他收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呢 就是债务人 如果是以 非金融资产 进行清偿债务的话 那么按照这个 债务的账面价值 还有这个 非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是记住到 其他收益的 好 再来看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这个项目 它反映的是 企业因为转让等情形 导致终止确认了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 而产生的利得后损失 这个项目呢 应该根据 投资收益 这个科目的 相关明细科目的 发生额 来分析天理 如果是损失 那就用负号表示 因为贪于成本的 金融资产 处置的时候 相应都是 进入投资收益嘛 所以这个项目呢 就是根据这个 投资收益的 它的明细科目 发生额 来分析天理 好 再来看 净场口套期收益项目 那净场口套期收益呢 就是跟套期会计相关 它反映的是 净场口套期下 被套期项目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转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那这个设计的 被套期项目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这个设计的 就是公允价值套期 公允价值套期下 被套期项目 它要按照 公允价值进行调整 或者是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转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这个项目 应该根据 净场口套期损益 这个科目的发生额 来分析天理 如果是套期损失的话 是以负号来天理 对净场口 公允价值套期 那我们套期 就是公允价值套期 和现金流量套期 还有境外进行套期 那最主要的就是 公允价值套期 还有现金流量套期 如果是供允价值套期 应当在被套期项目 影响损益时 将被套期项目 因被套期的风险 厂口形成的累计利得和损失 转出代计或者借计 被套期项目 然后借计或者代计 这个净场口套期损益 借计或者代计本科目 第二呢 对于净场口 现金流量套期 应当在将相关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转入当期损益的时候 借计或者代计 其他综合收益 因为对于现金流量套期 有效的部分 它是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所以是借计或者代计 其他综合收益 代计或者借计本科目 然后将相关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转入资产或者负债的 当资产负债影响损益时 借计或者代计资产负债 然后代计或者借计 进场口掏取损益 再来看信用减值损失这个项目呢 应该根据信用减值损失 这个科目的发生额来分析天列 再来看资产处置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这个项目 反映的是企业出售 划分为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 当然这里面不包括金融工具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 因为金融工具 它处置是进入投资收益 然后长期股权投资 也是进入投资收益 投资性房地产 是进入到 其他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收入 或者处置组 子公司和业务除外 因为子公司和业务 处置的时候 也是进入投资收益 就是反映的是企业出售 划分为持有代售的 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 确认的处置利得或者损失 以及处置的 没有划分为持有代售的 也就是正常的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以及无形资产 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 换出非流动资产 当然金融工具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除外 产生的利得或者损失 也包括在本项目内 这个项目应该根据 资产处置损益科目的发生额 分析天例 如果是处置损失的话 用负号来填列 着一个大 jestem 満在这里 追求来 到此 了解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